冯绍峰和赵丽颖的离婚让很多人都感到非常的惋惜 赵丽颖在事业当红的状态下选择结婚生子 但是婚礼还没有办 两个人前脚还晒着恩爱 可是后脚就官宣离婚了 和两个人当初官宣结婚的时候一样 快速的让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就结婚离婚了 唯一留下痕迹的就是赵丽颖给冯绍峰生了一个儿子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 议论最多的就是可能因为婆媳矛盾 赵丽颖大家都知道出身农村 一个地道的农村姑娘没有高学历 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娱乐圈中占有一己之地 有了现在的地位是非常的了不起 而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家庭背景是差别非常的大 冯绍峰的母亲在当时的七年年代 就是全国的纺织名人 冯绍峰就是一个地道的发呆 相传当初两人结婚 婆婆就是非常不愿意的 可是赵丽颖已经怀孕了 所以不得已婆婆只能松口 对这个儿媳妇不是很满意 婚后婆婆想让赵丽颖在家相夫教子 可是赵丽颖生完孩子后 也是火速的付出 想必和家里肯定也是有一场不小的战争 对于两人离婚 很多人都觉得和感情无关 毕竟冯绍峰在结婚后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一口一个媳妇一口一个老婆叫得非常亲切 在和女士合影的时候也直到避嫌 就在大家期待两人婚礼的时候 两个人就直接甩出了一张离婚声明 这里面要说没有什么隐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近日有知情人爆料说 冯绍峰在张丽颖哺乳期的时候约见女大学生 还有就是在两人婚姻期间 冯绍峰在剧组拍戏的时候 剧组竟然传言说冯绍峰和女主角谈恋爱 而且对方还是已婚人士 这个可能是导致两人离婚的主要原因 其实冯绍峰在婚后参加阿雅的节目的时候就说过 她对赵丽颖忽然答应和自己结婚的目的 非常的不确定 对两人的感情非常没有安全感 因为赵丽颖的期待不高 没有要钻戒 没有要太多的物质 所以她对赵丽颖的感情没有安全感 其实越是这样就越能看出 赵丽颖当初嫁给冯绍峰 就是为了这段感情 不是别的东西 可是就算是这样还是输了 有句话叫做冯绍峰从来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和她合作的女主角 看来是真的 妮妮是杨咪也差点招了冯绍峰的道 赵丽颖更是一头栽进去了 其实赵丽颖是非常坚强有主见的姑娘 很多人在赵丽颖离婚后 都说赵丽颖结婚 就是为了合法的生下儿子 不管是因为什么 当初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肯定是真心的相爱 只是冯绍峰就是这种性格 这种错派 而我们小赵又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 不然赵小刀怎么出来的呢 两人在发现相关有问题的时候 直接离婚也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冯绍峰到底有没有出轨 这个证据我们也不能乱说 但是无风不起愣 大家自信理解吧